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NICOLE 很久都沒有和大家見面了 較早之前和大家拍了一條片 我被人偷片 我們有好消息告訴大家 就是你和我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我們的舉報是成功了 我們把那條片舉報下架了 很感謝觀眾們和粉絲們 可能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的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終於下架了 經過這件事之後 其實我自己有去搜尋其他網站 有沒有其他片 如果觀眾們在其他網站看到我的片 可以在留言給我連結 我們再去舉報他們 我相信是成功的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原創者 當然很尊重自己拍片 因為其實我自己 無論買是真金白銀買 尤其是我是即拍即買即開箱 我用我最快的時間 買完當日拍 拍完剪 剪完再放上網 是同一日的事情 其實真的 用了自己的私人時間 一個人做 其實這一點的努力 我也是想跟大家去真心去分享一下 我買的玩具有什麼 因為玩具 老實說我不會每一個都買 買一些我自己喜歡的 而你又可能覺得有興趣的 我就跟大家去做一個分享 除此之外 我也會和一些其他的Youtuber去交流一下 例如我有一位 日本玩聖樓士的Youtuber 其實我和他也有聊聊天 他在直播的時候 他又會和我打招呼 大家交流一下 令到這件事是開心一點的 因為你玩得玩具 當然是真的喜歡才會玩的 不會貿貿然去玩的 對不對 我在我搜尋的時候 發現到一件事就是很特別的 就是 我自己平時 你們看Youtube 他會選一些你有興趣的影片給你 平時這個人 都會在我的Youtube上浮浮浮浮浮 都會看到他的封面 或者是一些標題 我平時都沒有什麼特別去結 但我也會有時候去看一下他 因為他自己本身都有自己的原創片 誰不知我多看兩看 我發現到他的頻道 和一些我在國內找到的頻道 同一個名字 是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這個人情真是很厲害 他國內的頻道 就是把一些外國人的開箱片 加回字幕 完整無缺 放回國內的平台 而自己的Youtube頻道 就拍自己的原創片 我在想 明明自己都有原創片 為什麼要偷別人的影片 自己拍得影片 也知道其實拍片都辛苦很老實 那我就在想 會不會因為外國的刀火時間 玩玩玩具 你們都知道 刀火的時間 做我們都幾多 通常通販的玩具 都會點煉我們 大概10到14日左右 當然 他們會早一點拍片 早一點出 影片 自然吸引到很多人去看 而西班人文在亞洲地區比較少人認識 人們會搜尋普通話版或廣東話版去看那件玩具 令到會考慮會不會買那件玩具 又可以不用翻牆 所以他這樣可以製造一個Channel給自己 我自己覺得很不尊重原創這件事 偷人家東西據為幾有 我覺得這個行為是很不要得的 再說一下他還可以把一個Figure去刷四條片出來 我都不緊要偷那條片回來做什麼 還要解剖他好像外星人一樣 拆拆拆拆拆拆 好像港股一樣 分為狗詐淪為循環播放 一個Figure在發售當日出一條片 偷人字幕又出一條片 接著發售前再出多一條片 去到開箱就出多一條片 總共四條片 我覺得真心佩服 其實我想跟預期 他這麼花心機去拆拆拆拆拆 其實一個玩具只需要一條片兩條片 一條片已經很夠交代 他需要交代的東西 例如他的實物是怎樣 顏色是怎樣 他值不值得買 要不然就變成一個內容農場感受 就沒什麼意思了 這個是我自己的 經歷了這個被偷片之後的小小感受 原來這個世界真的什麼人都有 我猜不到可以偷片 偷完片變成自己的頻道 還要自己的頻道 還要再拆多四條片 這樣也可以的 其實這些都是題外話 最重要其實真心 這條片是想多謝觀眾們的你們 如果大家下次真的見到 我條片在別的頻道的話 大家可以放這條連結下來 如果下次再有這樣的事發生 我們下次再舉報他們 好啦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影片 like和share這條片 還有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